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私家家四个私家厨房 我自己在疫情才开始烹饪 其实不是一个大厨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 加上吃牛是贵的 第二 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大家煮了百多二百块扒的牛 我作为一个新手 经常都中焦 可能很白痴问题也很容易解决 Come on 私家家四个 在哪里订的呢 其实是在一些群组里订的牛肉 不是很便宜 但是我幻想是会贵了很多 因为香港有的东西在加拿大没有 不如贵三倍 我们就说成三 大统话的薯片、杯面 所以现在我们就叫了两个虎头扒 烧饭食用的 就是我香港的同事来到 让他们享受一下 另外就有一个和牛的拼盆 由我们一家人自己拿起来 这个是澳洲和牛M8 这个花纹已经是很多 这是澳洲和牛M9 这两个信心保证 我很喜欢吃澳洲和牛 在不是太油腻的情况下 可以吃到饱饱 是我第一次吃的 澳洲Black OPPO 看起来的纹地都是充足的 有没有到日本的雪花价 那么肥 估计都是有味的 这个Rip Eye 以翻译来说 第二名就是这个 日本的Tida A5 应该在香港卖的 要非线牛的 一块薄片 贵到百多二百元 这个白刀 不知道是什么 白刀 人吃一粒就算了 日本的Kobe A5 我自己就会把这个盐 灑满前面后面 全部都会灑满 第一一定要做 不是即时下 我们提早做 有一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一日 甚至两天 我只觉得在颜色和味道来说 我觉得一日 即是24小时是最好的 我现在拍片时 只有几个小时 所以几个小时都不差 这些可能我会充足一些时间 可能需要需要腌肠尤其多一些 1.24小时 因为太厚了 印干它 其实等它容易滋滅 如果你趕时间 用这个步骤 即是立刻进去之外 你也是要用干 干身的话 边的表面 较处 而且成为焦黄的颜色 变得多少呢 最初一个人喜好 最初一个健康就用了一点 發現我可能真的放太少 起碼鋪鋪過每一個地方 不要不斷衣擠一下 旁邊的鹽引乾 因為要透空,我沒有鐵盤或鐵網可以放上去 沒有,其實很多方向放上去 我就習慣用筷子放上去 有少許通風的效果就行了 你覺得夠夠地就行了 不用太充足,因為最後真的不夠味 最後吃的時候可以釣些鹽 磚,下熱了 今晚吃吧,好嗎? Yes 咪咪不吃牛油 為什麼不吃牛油呢? 大家都吃牛油的 完成,放在冰箱裡 晚上入黑的時候,應該醃得差不多 然後放在冰箱裡,24小時最好 如果沒有時間,最好3小時 因為和牛油真的不會馬上做 早一點預料就好一點 即時煮的時候,味道差很多 而且表面不夠乾 表面濕的水分蒸發了,揮發了的時候 表面乾才有焦糖的味道 今晚有陰面食物 好了,來到晚上的時間了 現在應該醃了4個半小時 我自己初學的時候,我自己最拿捏不到 就是我自己煎這塊 因為裡面比較厚 我經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外面已經煎得越來越焦 但是裡面死都還沒熟 你反來反去幾次 裡面會熟了,但是外面已經焦了 所以均勻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幾個方法做 第一個就是要有些裝備 去做souffie 就是慢煮 55度、60度 最重要是令到中心溫度去到… 現在去到多少 中心溫度去到120-125度 就等於10-15度 等會我會說怎樣處置 我覺得這樣就最好 那我就沒有souffie 我打算兩年半都沒有買到souffie機 其實就不是很牙位的 如果你有個焗爐,也可以這樣做 這個叫做reverse searing 就是首先弄到它熟 然後最後才sear 即是去燒焦外面 少許出籤方法,但是最完美的 但怎樣都需要一個裝備 即是souffie機 即是焗爐 你的中心溫度都要滿足自己的要求 所以一定要一個攤熱真 最後的目標是140 你最後有兩個情況會令你加熱 一是你煎焦的時候 可能會有10度的分別 所以你減10度,130 還有你最後要rest 如果rest的話,可以令它的汁鎖死 更加豐富 rest可能5-8分鐘 可能你會加到 Internal Damage 會加到5度 所以大概是125 甚至120就好拿出來 因為你中間煎又要rest一會 最容易做的方法 就是零失敗 以後不用在餐廳吃 肯定你做到的東西,它收你double 至少要加鹽和黑椒而已 就是這麼多 其實就這麼簡單 要不需要加一個Premium 首先現在最重要的 Key 其實要調到最高溫 燒到沒有煙為止 務求你一炸下去 牛肉就會脆 如果你慢的動作 它就變得又焗又蒸 那你一濕了就沒有達到這個表現 可能你要加牛油 Rosemary 加可能真的要放在旁邊 但我這個實驗我就不做了 不然就會影響了口味 我想最原本的 就是加鹽黑椒 這個步驟比較簡單 我先煮一塊薄的 我現在就開始無煙 你薄的這塊不用這樣 reverse searing 我先煮一塊簡單 現在這塊沒有東西 醃完之後 最簡單的方法 先準備黑椒 你看到煙 理論上 就分半至兩分鐘 在薄度 應該一分鐘左右 放到不要動 少許油 其實扣油花都應該會逼出油 其實一聲向這邊反 按少許 這樣就油了 嘩 厲害了 大概夠鐘 應該都一分 所以我就反一反 因為我怕我會炸 因為它真的焦了就好 嘩 你看 很厲害 以防不熟 就要確保 不要讓它曲起來 按一按 你看到好像很乾 其實是對的 因為它要把水分蒸出來 只剩下油 在這個時間 就要溫度計 因為很薄 我照樣試 我免得裡面 不但血淋淋就不好 雖然不是很準 太薄了 116 我也相信 119 差不多了 差不多什麼呢 就是反多一點 一次 這裡邊緣弄 按不住 放在 rest 已經是140 應該差不多了 嘩 多香 保持它在這裡 是不是很好吃牛肉 多虛最好吃分的 切都有技巧 不過我不用管 刺激了一點 少許粉紅 小朋友就喜歡吃 小朋友就喜歡吃 聽我說 今天的比賽 我們有五塊扒 我們要猜哪個最貴 和最便宜 接著你就說哪個最好吃 就是這麼多 你放進口罩 是不是 你們不要看見鏡頭 是不是真的好吃 沒有 熟了一點 認得這個味道 等下猜哪個 這是不是最貴 還是最便宜 因為預算有限 有四個洞 但我可以買到兩條線 這裡有四塊 即是不同厚度的牛扒 我會這樣做 一枝針 插入最薄的 一枝針 插入最厚的 中間那兩塊 一定是中間時間拔出來 就是這麼多 完 那加上呢 那記住號碼 這個1號 插入最薄的 中間位 最生的 另外就插入最厚的 都夾出來了 好 完成 好 四塊 來了 一切就開了 這次成功了 一 二 三 看看 再找 肉最好的 要用一杯可樂 停了 立刻剩下 肥到這樣 好好好味 好好好味 這個 好吃 好吃 咬一口給我 哇 耶 哇 哇 嘻哈 嘻哈 真的很離譜 一定要跟飯吃 很離譜 油到… 我看他的樣子 好像叉燒 鬆開了 我看他的醬汁 是嗎 會不會吃肉呢 不會這麼大塊放的 現在這麼難得這麼大塊放進去 Jos他看著我吃的樣子 他這隻不是用肥去戰勝的 不是 他這隻是肉本身都很爽 那部位 他是贏在那個質感和那個汁夠多 但是那個肉味其實沒有第一和第二 肉味比較濃 我覺得可能是過濃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 是啊 沒有剛才這麼大反應 合作 好 基本上大家都猜到最貴是神戶和牛 但最多人喜歡吃是非堂牛牛牛 剛才其實如果一塊8-10盎司的非潮牛 其實都二三百港幣 但我知道我不懂得找的 我知道它有一點便宜 算起來 五塊的和牛 其實是一個拼盤 每塊8盎司 那盒是200元加費 現金不加稅 即是1200元港幣 一樣 那一件都OK 加拿大是吃到鑊的 都有辦法找到不同的種類鑊 喜歡多些私家廚房 記得留言 因為我沒有第二天教大家 而且每天都OK 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做那個酸農帶子好吃嗎 沒有 即是碟頭 日本的飯 我親子當 Risoto 對 Risoto 沒有吃 我老婆做 我老婆說 那我就很有信心 我老婆不要說謊 我老婆很喜歡吃乾炒鍋 我正在想 怎麼做乾炒鍋 又不會碎掉 但是沒有油 然後我還要找 有電池爐可以鑊的 因為我現在暫時沒有路 新屋可能有路 但現在沒有 可不可以有電池爐鑊 是不行的 因為始終要 所有 contact point 它的電池爐有 它電池爐都會鑊的 有的 有些這樣的 C加加四個 下次見大家 喂 快斧頭盤呢 Oh Sorry 剪片剪漏了 美國和牛的斧頭盤 兩吋半 怕裡面不熟 和醃不得好 這斧頭盤一定要隔一晚 所以現在加上鹽 照舊 我先做了 兩角 所以這個份量要按著FORLEAN 牛有幾大塊的厚度 去做 你當作1.5-2塊牛扒 這樣放 其實就對了 因為真的很大塊牛扒 OK 沾著一點點 這樣 完 趁現在提醒大家 因為最後放雪櫃的肉 尤其是月厚就需要這樣做 就是 是預計幾個小時 將肉拿出來 10溫 等到肉 裏裏外外都在鐵近10溫 為什麼 整塊肉冷的時候 你煮的上來 其實 溫度不均勻 最容易 去到中心溫度 其實很難和外面的溫度相近 變成 我剛才說的情況 一天就入面達到你想要的溫度 但外面就焦了 一天 外面就剛剛好 但入面中心溫度是關的 我不會將它太大火 滾到400溫度 然後收回 因為入面會太熱 其實這個行溫的效果 將它做到一個完全圓圓的效果 讓它滲透了一樣的溫度 除非它很慢 即是不夠火 其實可能不夠 一半 不要撞到出去 最好是中間 好 現在先焗一會 中心是120度 我們再去見面 好 現在 你見到開始喵 薄一點 快到110度 119度 119度 我只能戴手套 反了 我不清楚 我燒著吃手套 等一下 黑椒 大鑊 不記得黑椒 黑椒 這裡扔著骨的肉最棒 最多都要135起 138就是上去 和牛啊 和牛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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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塊 我覺得這個好很多 這個真的好棒 現在就有人唱卡 有人吃 耶 嘩 嘩 嘩 出不出街 出街呢 我就馬上來 不出街的 出街我就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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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海裡遍浮 主之客是我 神生生存 那加上呢 就是還可以用 買自己一個 公方 公方 什麼 公方 乾風機 風光機 風乾機 唉 就是Dry Age 那些東西 是我真的很想要的 好嗎 好嗎